昨天我們講到 宋剛和盧俊義兵分兩路 盧俊義帶著神機軍師朱武、楊智、索昭、徐靈、孫立、善廷歸、魏定國等 二十多元梁山國的頭領 還有河北航將、喬道清、馬寧、孫安、汴梁、山士奇、唐君等等 就帶領五萬人馬去研究西京城 而宋剛就帶領其他的大軍 向著京南城那邊直奔而去 這時候我們先講的盧俊義 他這支軍馬一直向西京城進發 只是馮山開路的御水搭條 所過的地方 那些冠軍一早聽到梁山國的威名都紛紛歸順 所以盧俊義都沒有遇到什麼阻制 很快就殺到西京城內 這時候 在城中負責鑿守的 正是以前拜過王興為師的拱端 和另一元大將鞋升 盧俊義在城下和他打了兩仗 打到那個鞋升拱端大大批書 縮在城內就不敢出來 於是盧俊義和朱武的趙派人馬 正準備攻城 誰知道這時候 雖然有劉仙探馬前的稳告 說王興派了一元大將 這個道底 戴著十二元天長兩萬人馬 前來救西京城 現在兵馬已經到了三十里外 盧俊義聽到馬上派朱武、楊智、孫立、善廷歸、黎定國和喬道清馬陵兩個 帶領二萬人馬 在戒前熱陣防備城中的敵軍 聽到救兵到在城內衝出來 另外 又派了穆春、鐵領、鞋真、鞋寶他們帶五仙人馬 看守山寨 盧俊義帶來其他人前去迎戰這個道底 誰知道就在他快出發的時候 雖然浪子燕青的攔住馬頭 主人 今天這一戰 你最好就不要親自出馬了 盧俊義聽他走走眉頭 哦 為什麼 哦 我昨晚發了個怪夢 這個夢似乎有些不祥之笑 盧俊就笑了 哈哈哈哈 發夢的事又怎麼可以當真呢 既然我們立心為國 這樣就一定要奮勇向前 絕對不是因為有危險的酬脆不淺 嗯 盧俊見他講得這麼堅決 就說 既然主人真是要去 那你派五百人馬給我 讓我照顧五百人做些事呢 哦 五百人不是不可以給你 不過你要你軍馬到底要做什麼呢 賢俊就說 我自有用處 主人你不用理那麼多 盧俊義冷笑一聲 帶著其他將領 離開大界 向著敵軍來的方向直奔而去 一路出了龍門關二西十里 盧俊義剛剛好陣勢 對面敵軍就已經到 兩軍相對於雷鼓立喊 在皇庆那邊 那個偏將衛鴿 摸著把大肝刀就拍馬上前 宋軍近中 是原來在征招田府的時候 投降過來的山士騎 只見他拍馬武昌 就向著那邊的直打過來 兩人打了三十幾個回合 山士騎一槍 就吉仲衛鴿箭馬的後腳 那群馬 嘩 那一張一張起 當頭將衛鴿的帶著馬 山士騎再補一槍 就將衛鴿送回到舊時那裡 但是跟著呢 在那邊陣中 另一員拆了右蟲出來 這員拆將他叫封鴿 他摸著兩條鐵槍 拍馬就直取山士騎 兩人打了十幾個回合 電場的山士騎打不贏封鴿箭 就拍馬武昌前來作戰 電的封鴿箭大開的聲音 一槍 當頭將山士騎打落馬下 再加一槍就結果了他的勝命 然後中馬武鴿 他來打電場 誰知他的電場更加勇猛 封鴿箭馬上剛剛趕到 電場的火力聲 來得好 一槍 一槍 直擊過去 封鴿箭一擋 誰知擋不住他的槍 所以他一槍刺中心口 當同死於馬下 對方的主帥 到底見到 連死了兩元大將 真是心如火千 氣力煙生 他有一枝長髮蛇馬 親自出陣 宋棍這邊的主帥 盧鴿箭也親自出馬 和到底打了十幾回合 不分勝敗 到底那條蛇馬真是神出底末 宋棍見到盧鴿箭不能取勝 拍馬武劍的前來坐煎 賊長髮茂冒起狼牙板 中馬雙人 和宋棍帶了四個魚合 宋棍奮起神威 一眼將髮茂斬於馬下 然後撥轉馬頭 一同盧鴿箭來夾攻到底 到底見到他殺死髮茂 從手不及 被宋棍手起劍落 斬斷左手的手臂 當同翻身落馬 被盧鴿箭而再敗槍 結果了他的性命 然後盧鴿箭就揮兵捲殺過去 賊兵大敗屁書 在這時候 在西南兵打起一條小路那裡 衝出一隊邪兵 當先一團大將 樣子又醜又黑 一團蓬鬆短髮 頭上帶著鐵道官 身上穿著一件紫色的道袍 坐著一匹赤炭馬 舉見指揮軍事 向前飛奔而來 盧鎮義見到這樣 也不再開聲 上前前來撕殺 醜盜人和他打了四五個魚合 突然撥轉馬頭 跑開幾步 向著正南方位 虛陷一見 口裏面念念有詞 發聲 火賴 哼 一聲 嘩 他一張大口 口裏面噴出一條火柱 雜翅之間 在平地之上烈箭飛騰 向著宋軍直燒過來 盧鎮義怎麼都猜不到 對方忽然使出這樣的法術 嚇到他撥馬就被 宋軍一下接大連上來 被火燒得大家走不走 但是這個盧鎮噴出來 這口怪火燒得很快 雜翅之間 方圓幾里 周圍都含爛了烈火 日下子終於送兵燒得慘 哎呀哎呀 慘叫連聲之下 哇 大那些普頭鼠喘 他這股怪火一路燒死燒傷了五千幾人 仲仗前也不是路 保住盧鎮義 向後放命地走 那個怪道士一路噴火一路追 嚯嚯嚯嚯嚯嚯嚯 盧鎮義大敗奔 一路走到前面的平泉河邊 什麼都只是一條平泉河 那些軍事是爭仙恐嚇的上朝 當頭逼走 那條橋見到年代久遠又窄 這麼多人一起逼上去 立刻將這條橋逼倒下來 幸好 這麼早戰爭 見到勸不聽盧鎮義 盧鎮義就一定要出錢 他就問盧鎮義拿了五百人 在附近斬了很多樹木 舊排一橋的兩邊 那些軍事 才有了這條簡易的浮潮 可以渡過一條河 兩萬幾人 這樣才有命 走得懶 盧鎮義和變長兩人附加押後 來到橋邊 後面的道士已經追上了 變長咬喻 盧鎮義 盧鎮峰你首先 等我來戰後 回身想和賊道士打過 見到道士根本不和你打 一口火噴了聲 向著變長噴他 噴到變長滿身著火 當場就跌出了馬 被後面的賊兵衝上 立刻殺死了 盧鎮義 幸好有條浮潮接著 立刻跑了過去 賊兵 令兵追殺過來 幸好這陣子前面 賊兵的兵馬 就找到喬道士 喬道士這個時候 也聽到消息 竟然傳來接應 喬道士一聽 又有個賊道士滿口噴河 招到大家大敗看書 他馬上就單騎將尖 向著道士一直追過來 那醜道士見到喬道士 也一身道裝打扮 嗯 難道他亦的雪化雪 此時 將劍再次向南面一斬 看到聲 來 呼呼呼 口裏面連噴三口烈火 那些火勢比之前更加刺熱 向著朝道士直燒過去 朝道士馬上掩動咒絕 舉劍向西方一指 計出三味神水的法術 雜時之間 有千百道黑氣 在西方的直飛而來 一飛飛到烈火全邊 黑氣就很 變成一道木步飛船 雜時之間 神水對神火 正所謂水黑火 立即將烈火全都淋死 那醜道士見到被人破了法術 嚇到馬上凌串山的撥馬奔徒 剛好踩進一塊山石 馬塞後體 直走 將道士隔下馬 喬道士飛馬趕上一劍 將醜道士斬成兩段 五千騎兵 本來跟著醜道士後面 正在一路上前追殺 正在撿死雞 突然間主將被人殺了 又見到喬道士更厲害的法術 所以大家驚醒了 就不敢再上前 喬道士大喊聲說 如果你們肯歸行 就留下你們的狗頭 如果不然 他就是你們的榜樣 那些人見到喬道士這麼厲害的法力 大家都直持下馬投降 就拜託在地上狠求饒命 喬道士斬了賊將首級 然後就帶領這幫人 再回來找盧俊義向他報仇 盧俊義不斷感謝 而且稱讚天清功勞 眾人問那幫賊兵 敢才知道原來這個醜道士 性靠名威 平時就恥照懂得擾火燒人的法術 眾人因為他的樣子很醜陋 又叫做獨焰鬼王 以前呢 就幫王兄造反 不知道要哪個 剛才訪度 最近才回來 聽到 宋江兵馬厲害 就對王兄說 我現在的法術都以前更加厲害 等我去挑他 所以王兄 所以王兄呢 又派他即時趕來欺恕爭 拱尊 遺政見到 連救兵的書帶 更加不敢出來施殺 即是一每一日夜堅守城市 盧俊義連攻幾天始終都攻不下 喬道青就說 這書成長堅厚 我想心急不可以攻破 不如這樣 等頻道略施小述 看先鋒成功 以報兩位先鋒對目的侯印 盧俊義問 不知先生 怎麽施展法術 raine 朝など青的柏尼 lookin 宋江批尊 說緊緊緊緊緊 盧俊義好高興 馬上趙派軍事各晋按作計劃行事 brook 準備功成 一面後葬的三次其同戰場 盧俊義親自拜祭 到了當晚二更時辯 潮道青打散頭髮 仗劍作髮 ρώ 天空中的龍霧四起,將西京城全部遮蓋了,守城軍線幾乎對面都看不到人, 宋軍入口就在黑暗之中,大家拿著土包雲梯殺出護城河, 將雲體搭上城後,然後直到接伙,撇手捏腳地爬上去,等到宋兵爬了很多人上去, 朝道清的壓修法術,殺時間龍霧四散,城上四面已經全部都是宋兵, 那些宋兵的耐火桶,碰着火具,上下照耀,殺時間,看到整座城光如百舟, 那些守城軍事怎麼都猜不到,哎呀,就被龍霧遮蓋了一會兒, 宋軍這麼快已經爬上城了,嚇得個個都呆了,被上城的宋兵一輪斬殺, 那些賊兵死傷的不計其數,拱鑽是正被士兵闖住,馬上帶軍來救,哪來一次呢? 已經被宋軍搶了城門,勞進大舉入城,拱鑽兩人在亂軍之中被士兵殺死, 其他偏將、牙將就立刻投降,這一戰,投降的賊兵, 足之有三、四萬人,到了天亮的時候,盧俊也立刻出網安文, 然後呢,又寄下了朝道清的功勞,重上三軍戰士, 接著派馬寧去宋光那處報紙,馬寧施展神行殺,很快就去了宋光那邊,當晚回來了, 他說,宋先鋒攻打京南,便一來和賊人連番大戰,打敗了南風的舊丁, 而且連那裡的主席借領都被他捉了,但是,現在宋先鋒這個軍事操勞已經在營中扔了, 現在營中的軍務暫時都是由聯軍師負責統領,盧俊也聽到心門門不落,於是便將西京城交給橋道清馬寧負責陣手, 然後盧俊也立刻帶領軍馬離開了西京,便立刻來匯合宋光, 沒多久,他的兵馬便已經來到京南城北的大寨之中,盧俊也立刻入寨問候,看看宋光現在究竟怎樣, 幸好這個時候,宋光就得神之安道全治了,病氣便已經減了六七分, 盧俊也聽你的消息都很安慰,大根正想商量一下怎樣攻打京南城, 突然間,有幾個軍事就走進來警告說, 哎呀,閉加火啦,閉加火啦,唐軍正是護重蕭讓他們,離開大寨大寨三十里左右的地方, 突然間被京南賊將賀吉帶著一萬精兵打斜衝出來, 原來敵軍聽到先鋒病了,想趁機來接影, 怎知剛剛好就遇到我們的人馬,唐軍一的人要上前抵抵, 唉,可惜寡不敵眾,加上何吉又非常勇猛,結果被何吉殺死, 他隨行護送的蕭讓,陪孫金大堅三個都被他們活捉了, 他們正要來接濟,但忽然間聽到盧先鋒大兵趕到, 預先也乘機回兵走了,宋剛聽到,哎呀,不敢實聲尖叫, 我,未暈燒讓他們無命了,心自一重,病世又重多了幾分, 盧俊爺問,燒讓他們為何會來到這兒呢?他們又準備去哪兒呢? 宋剛說,哎呀,燒讓他們幾個呢?本來在花榮那樹是協助鎮守的, 但是知道我有病,於是他們在特地截隊在遠州城那樹過來探我, 誰知前一陣子朝廷有命,說要陪孫金大堅蕭讓幾個回去, 有些緊要的公差要請他們幫忙, 唉,於是我派唐軍帶領一千人馬護送他們三個走, 遣之半路中途被賊人結束, 你們,他們三個人一定會冒命了, 宋剛又沒了心機,就請盧俊爺協助不用攻打城市, 盧俊爺協助河吉,要看他們三個報仇, 盧俊爺聽到馬上點頭安慰著宋剛一番, 接著一來要乘北軍事, 和吳俊的商量怎麼攻城, 吳俊一聽都是燒讓他們被人接鎖, 現在大驚失色, 今天這魂真是苦啊, 看來肯定要被賺中他們三個人的性命了, 兩人商量一番, 都決定大家分兵為城, 盡力攻打城市, 希望攻打在這座城市, 看見三個人福守, 吳俊又見到軍事登上雲梯, 向城裡面大喊, 快點將蕭陽金戒先陪孫送出來, 如果遲些,到時候打破城市, 一定要你們全城玉石驅憤。 這個時候,城中的首將叫做梁永, 和一番正將偏將在城裡面繼續鎮守, 河吉他們, 因為前面幾仗打輸了, 就跑到這座城市, 本來打算去宋軍那裡劫營, 立起功勞將功贖罪, 怎知帶領本部人馬出去, 就真的逐著燒讓他們幾個回來, 當時宋軍用來開始為城, 河吉叫開城門進去, 就將燒讓他們, 帶來瑞虎獻功。 這個梁永以前已經聽過聖守書生的名字, 就很愛惜他的才幹, 接著軍事戒開捆綁, 勸他投降, 蕭陽培選金大選三個人, 就大罵說, 無知易賊, 你當我們什麼人啊? 你夠乾脆, 你一刀一個, 快點殺出我們三個人, 想我們投降你們, 我們六隻膝頭哥, 不需要半個捧到地下, 將來, 將來宋天鋒打破城池, 拒絕你們那班師輩, 一定將你們碎屍晚短。 梁永聽到發火了, 就叫四周的賊人說, 和我打到這三個狗奴才跪低為止。 周圍的人拿起乾坦, 向著他們刺激一, 淪亂打, 但是, 打到他們個個, 就是整個鐵仔, 沒有個人肯跪, 三個人被人打, 先打完一, 被人罵不住口。 梁永就說, 好, 你們想激怒我, 要我將力一刀兩斷, 我偏僻不肯讓你這麼痛快, 我就要慢慢折磨你, 然後河敵軍師說, 你將這三個人, 上了寮靠, 就讓你站在園門口, 一天就打他們兩隻腳, 打斷了他們的腳, 他們自然就跪下來。 那些軍漢得令, 就用寮靠枷鎖, 就加了他們三個人, 然後, 就將他們綁到園門口那裏, 一輪亂軍, 就拼命地打, 但是三個人, 就肯被他們打到整個慣西, 始終都不肯跪, 你一下這三個硬漢, 驚動了城內很多軍民士兵, 大家都圍著來看, 其中有一位很有男子氣概的蘇眉丈夫, 然而這三個人這麼有骨氣, 而賊兵這樣折磨他們, 喪同色顯無名火起。 各位, 這個人究竟是甚麼人, 他也救不救得宵揚他們幾個呢? 明天再說。